马可福音四章一至二十节 早早了,请听我来念 马可福音第四章 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只得上船坐下 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 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 你们听啊,有一个杀种的出去杀种 杀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土鸡不生,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骨干了 第七节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 把它挤住了,就不结石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就发生长大 结石有三十倍,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第十节 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 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 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若是对外人讲 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又对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 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杀种之人所撒的 就是道 那撒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道 撒旦立刻来 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 那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立刻欢喜领受 但他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即使为道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还有那撒在经济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在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思域 进来把道挤住了 就不能结实 那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道 又领受 并且结实 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如今道次 今早晨 我们有本堂牧师 还有牧师在我们当中 他今早晨的真道 的题目是 遇见他的辛劳 我们请牧师 我家人喜欢吃榴莲 所以去榴莲蛋口的时候是一种娱乐 为什么呢 那些榴莲的名字很好笑的 有时候去有什么黑吃 其中一种叫做王中王 王中王 所以其实今天 刚才我们听永健指示读的这段比喻 新约学者称这为比喻中的比喻 王中王 Parable of the parables 所以是个很重要的比喻 所以我们将要花一点时间 一直来思想这个比喻 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下一个换灯 让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要来认识 我们的主的辛劳 我们的主的辛劳 我们来遇见他的辛劳 我们来祷告 财的恩主 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 主全力向我们说话 虽然我们的主离开我们两千年 但是主全力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看见他的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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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称 Amen 在旧约当中有一位先知 他其实生长在耶路撒冷 哇 能生长在耶路撒冷就好像你在美国 能生长在比如纽约市 或者洛杉矶 大的地方在中国 生长在上海 北京 广州 大地方 所以大地方当人接受的教育是最好最棒的 对吗 这位先知确实 他接受的教育是最棒的 甚至他和皇族是有关系的 他的里头留的是皇族的血脉 他在这个犹大国里头做他们的史学家 Historian 做他们的史学家做了三十年 三十年 如果你做过政府官员的话 这三十年就相当高的位置 三十年 他服侍过乌西亚 他服侍过亚哈斯 当然还有西西家 他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以赛亚先知 以赛亚先知 所以当你读以赛亚先知 以赛亚书的时候 你发现他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 当时的背景是以色列人已经被逆神了 当时的背景财主是很放淡的 甚至君王很冷淡 在那个时候信仰变成一个人不在乎的东西 这是以赛亚先知他侍奉的那个环境 因此以赛亚先知他在那个时候 他就一直在宣告 宣告神那公义圣洁的审判 神一直借着以赛亚书来警告 来提醒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小心 甚至叫以赛亚先知这个贵族 各位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今天认识到有钱人的话 你从头到尾 你基本上你可以感觉得到他的富有 他戴着那副眼镜 他穿着手表 他穿着衣服 戴着包包 穿着鞋子 甚至我听说 皮带也有几百块钱的 我没有看过 不过你想想 如果你是以赛亚先知 你侍奉神 有一天 耶和华神对你说什么呢 耶和华神对你说 他告诉你 那个时候我要你 截去你的腰带的麻布 好的衣服全部拿掉 甚至我要你脱下你的鞋子 三年 走来走去 在耶路撒冷这样走来走去 人家看到这个以赛亚的时候 他想 这以赛亚在做什么 这以赛亚在做什么 脱了鞋子 好的衣服拿掉 穿了落魄的衣服 在耶路撒冷走来走去 因为当时神记得这件事情 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所投靠的古石 你所投靠的这埃及 你看我这个样子就是古石 这个样子就是埃及 你以为古石埃及 荣耀富贵大能 不过以后你会看到 这古石埃及 就和我一样的落魄 所以你不要靠古石 你不要靠以色列人 你不要靠埃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 神告诉以赛亚先知 说什么呢 说我叫你出来 不过你会问我 你的事业限如何 如果你去打工 你告诉你去印证的时候 这年头是很平等 老板可以问你问题 这年头员工也可以问老板问题 你告诉我你的福利是什么 你告诉我在这间公司 三年后我会达到什么职位 什么岗位 告诉我十年后 我的事业限是怎么样的 如果你去这间公司 公司告诉你说 三年就是这个样子 没加薪 没花红 十年后希望我们还在 还在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没加薪 没花红 请问你会去 这种公司你以后我不会参加 你听听神对以赛亚 说什么呢 你看下一个环灯 神告诉以赛亚说 你要知道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你要告诉百姓 而这些百姓 听是听不见的 看是看不见的 也不想明白的 为什么呢 你看这些百姓说 他这里说什么 恐怕 恐怕他们看见了 他们听见了 他们心中明白了 他们要做一件事情 现在都姐妹们 恐怕他们要回转过来 跟主道歉 寻求主的原谅 饶恕 你在罪恶当中生活久的人 现在都姐妹们 你很怕信耶稣的 你很怕信耶稣的 因为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你知道一件事情 你眼睛看见了 耳朵听见了 心中明白了 这些事情不能再做了 这些背逆神的事情 这些腐败的事情 这些冷淡的事情 我不能再做了 我需要回转 我需要回到神面前 寻求圣灵 不过神告诉以赛亚什么呢 告诉以赛亚说 你看 以赛亚你问我一道问题 以赛亚说 主啊 这样的事业 这样的事业线往下滑到几时呢 滑到几时 耶和华神说 直到这座城没了 耶路撒冷垮了 以色列南国亡了 那时候你的事业就结束了 现在就说你要做以赛亚吗 你要参加这间公司 做这样的一个服事 有一个人 七百年后 有一个人 耶稣基督 他来的时候 今天你看耶稣基督 他用的话是以赛亚的话 七百年后 我们的主来到这边上 他知道 他的事业性是往下滑的 他比以赛亚更惨 他比以赛亚更大 他不仅仅预言 耶路撒冷要再次灭亡 圣殿要没了 他甚至 这个更大的以赛亚 他要死在十字架上 这更大的以赛亚 他来这个地面上 他来讲道 这更大的以赛亚 来到这个地面上 来揭示 之前的以赛亚做的事情 这更大的以赛亚 来到这个地面上 告诉以色列民 告诉我们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每个礼拜天来这个地方 我们不是来做礼拜 我们来到这地方 我们是真心真意的来听 真心真意的来听 这是我们主说的话 你看第十到第十二节怎么说 第十到第十二节 当时没有人在的时候 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 所以指的不只是十二个人 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 这群众都走了 剩下一小撮人 十二个门徒 再加一些人 这些人来问耶稣 这个比喻的意思 耶稣就对他们说 神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 若是对外帮人讲 凡事都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 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 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 得就得赦免 所以现在我们之前 看了以赛亚书第六章 你就知道 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在这里引用的 不是自己的话 我们主耶稣在这里 引用的是以赛亚先知 以赛亚书六章的话 使耶和华神告诉以赛亚的话 历史要重演 人要听 却听不见 看却看不见 不过今天结文 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房间的大象 英文有一个俗语 一个意见 叫做elephant in the room 这个房间里头有个大象 我们需要把这个房间的大象 处理一下 否则的话 你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们会很纠结 你看在这里 好像耶稣很纠结人 好像耶稣在告诉人谜语 偏偏让人不明白 听不见 看不懂 所以事物耶稣的用意是如此 现在丢结人 这其实不是耶稣的用意 如果这是耶稣的用意的话 如果你看第四章的前面那段话 耶稣做什么呢 他说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 我们的主不是用比喻来遮盖许多的道理 我们的主是用比喻来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做什么呢 我们的主借着比喻来深入浅出 来深入浅出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我记得张哥父母师讲的一堂道 那堂道 那个关于就是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要为这世界上的事情吵架 讲那堂道 他就用一个比喻 哇 那个比喻 我到了今天已经二十多年了 那个比喻我拿不走的 我想到那个比喻的时候 我就想到弟兄姐妹们 不要为这世界上无聊的事情吵架 那个比喻是什么 因为我经常去咖啡店 所以我经常看那个比喻 发生在我面前 咖啡店你会看到 西亚部很多野鸟 小小的鸟 叫黑色的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鸟 我会经常吵架的 它吵架不是为了虫子 往往它们吵架是为了枝子 小小不齐 所以你觉得很奇怪 到处就是枝子 为什么这两三只小鸟 就为了特别的一只枝子 吵来吵去 所以这就是那个深入浅出的比喻 所以张哥夫妇告诉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不要吵了 你在这地面吵什么东西呢 都那个价值就好像那个枝子一样 走往这五十七十年的时候 你往后看 这只是一个枝子 我干嘛这么的在意他呢 这就是一个深入浅出 这就是为什么讲远 在讲道的时候我们用比喻 比喻把一个道理带出来 让我们看到这个道理背后 这个道理背后能够真理 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做的事情 不过如果我们要明白那个比喻的话 那我们需要一个先前的条件 那先前的条件就是信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没有信心 如果你不用信心来打开这道比喻的门 那这比喻是一个门 我们设置门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不要让人进来的话 我就不设门了 我们应该建一堵墙 对吗 一堵墙 不过我们设门的用意是 让人进来 但是如果你要进来的话 进来的人是要我们家里的人 居内人 insiders 那我怎么懂你可以进来 不可以进来 你要一把钥匙 那把钥匙是信心 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你不须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国度的王 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为我们舍命付上代价 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就可以打开这道门 当你进了这道门的时候 你在屋内 你看这墙上的彩色玻璃的时候 那个样子是不一样的 那个色彩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和我 我们看这个色彩 跟外面站着的人看的色彩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在这里 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十一节告诉我们 神国的奥秘只叫我们知道 其实严谨的来翻译应该是 神国的奥秘给了你们 神国的奥秘给了你们 所以我们就得问 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这个奥秘不是一个谜语 不是一个reader 不是的 这个奥秘是一个信息特权 一个只有一种人可以有的信息 你必须成为那种人 你必须有那种特权 你才可以晓得 你才可以晓得 那个秘密是什么 秘密是什么 有一回我们家里来的人 家里来的人他就讲一句话 他讲那句话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太太在那边笑笑笑笑 那个朋友就看着我 我说我是不是说错的话 我说没有没有 你没有说错的话 你的话讲得很对 你们俩为什么一直在笑 我说这个玩笑 我们俩之间的玩笑 是不好跟你讲 不过现在这就是 如果我跟你讲的话 你就说觉得无聊 你们两个真无聊 其实这个玩笑基本上 背后那个秘密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 它只是一个信息特权 一个privileged information 只要我告诉你那个意思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的用意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主做的事情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说 你凭着信心来的话 神要把好的消息给你 当你有好的消息的时候 你发现你会开始回转 你会开始投靠神 不过当你没有信心的话 你是不会的 你是不会的 打个比方 我儿子比我会养鱼 所以我为了要跟他有一个沟通 他养鱼 我也跟他养鱼 不过当你是老爸 他从小到大 都是你厉害 他笨 不过当他长大的时候 你发现我来做一个 我笨他厉害的东西 不过我需要捐什么 我不会养鱼 不过我要先信任 我的儿子会养鱼 我要向他寻求知识 信息 告诉我说 这个鱼怎么养 当我以后 我带花回来家里的时候 他告诉我 你把你鱼缸的水 来浇这些花 你的花会开的 这是未来的事情 我可以选择什么 我可以做两个选择 我可以选择信 或选择不信 他已经把这个奥秘给我了 对吗 他已经把这个奥秘给你 你要花开吗 你要相信我 你的儿子 相信我 你把你鱼缸的水 浇在这些植物上 他们就会开花 所以当然感谢主 我信了 信了过后 我的花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主 在说的事情 神国的奥秘是给我们 通过比喻 讲得清楚明白 深入浅出 不过有个先前的条件 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 你是不能接受这个比喻 你是不能明白 看不见 所以导致当耶稣讲比的时候 就有两种人 一种是局内人 insiders 一些是局外人 outsiders 所以人生很讽刺 在耶稣身边的人 应该是什么 什么人 应该是局内人 耶稣的门徒应该是局内人 不过其实你发现 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局外人 犹大 出卖耶稣的犹大 在这个世界当中 在当时的犹大 耶稣基督到了哥拉斯那个地方 一个被鬼扶的外邦人 他竟然成为了一个局内人 一个血肉 换了血肉 十二年的妇女 人都不要她的 弃绝了她的 那个血肉的妇女 她成为了局内人 还记得 在当她去泰尔西顿的时候 有个妈妈 她来到神面前 她在耶稣面前求救 说 主啊 你帮助我的孩子 她一个小孩子 小女儿被鬼扶了 她是一个西顿人 泰尔西顿人 她是一个外邦女子 你知道吗 以后我们来到那里的时候 她的祖先是耶稣别 她是耶稣别的后代 这个女人是外邦人 是外人 是局外人 她不可能成为局内人 不过这个女人成为了局内人 为什么 因为她拿这把钥匙 来打开这道门 她拿信心的这把钥匙 来打开这道门 使到她能享受 耶稣基督所教训她的道理 所以现在这也是 我们在做的事情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若不信神的话 那其实我们得不到什么呢 久而久之 我们也对神会冷淡 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说 神啊 我相信你的话 你的话语 你告诉我 好像一个种子 落在我心田里头 你的话语 要向下扎根 向上结果 你的话语 要改变我的生命 因此我来到这个地方 我来信神的话 我来听神的话 所以这是我们的主要 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的主说 来到这个地方 亲爱丢姐妹们 我们要真心 我们要真心真意的来听 我们要用信心 我们要用单纯的信心 孩子们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说神啊 你告诉我的事情 只要是合乎你坏的事情 主我单单纯纯的 我来相信 诚诚实实的来相信 这是我们的主的呼吁 过后呢 我们的主也知道的 他知道说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大家来都是真心真意的 不过现实是 来的人其实 是三心两意的 当你看下一个换灯的时候 就来到第二大点 第二大点让我们看到 从第三节到第七节 从第三节到第十节 我们相当熟悉 让我们看到 在主的面前 你可以想象 在这船上 耶稣基督在这 面对着加利利岸上的百姓们 在这众多百姓们当中 不是每个人都是真心真意的 有好一些人 来到他面前 是三心两意的听 所以在这里有三个情况 在这里有三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 那些落在路旁的 飞鸟就来吃尽了 所以过后感谢主 我们的主自己解释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种子就是道 那撒在路旁的 人听了道过后 撒旦来 就把这些种子 把它挪走 把它吃走 撒旦在希伯来文 指的是敌人 撒旦在希伯来文 指的是敌人 而不是魔鬼 所以这个敌人 这个字可以用在人 旧约有时候用在人的身上 当然旧约经常用在魔鬼的身上 不过旧约这个名词 指的是敌人 所以在这里非常恰当 耶稣基督说什么呢 他说那个农夫撒种 不过敌人来了 敌人把这些种子 一个一个的 把它什么呢 把它吃走了 敌人在做防守的工作 这让我想起什么呢 让我想起在2021年 就去年的时候 记得吗 我们在当时担心中东 中东来个大战 在当时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武装主 叫做哈马斯 他们在那个时候 有了这样一个冲突 在一周 一个礼拜 亲爱的姐妹们 哈马斯就是右边的这个地方 发射了三千枚导弹火箭 三千枚 三千 所以百分之九十的火箭 被这个防御系统 叫做铁穹打下来 打下来 三千枚上去 所以两千七百枚 被打下来 所以在这里呢 其实告诉我们 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讲的那个道理 所以当这个农夫在撒种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 这些鸟儿 这些神的敌人 就一个个全部下来 一窝封下来 什么呢 赶紧地把这些道理 一个个吃掉了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真的是如此 在我们生活当中 不是这样吗 可能我在讲道的时候 你在身边有人 似乎有一个声音告诉你 哎呀 什么神国 哎呀 什么人子 什么耶稣 什么悔改 什么幸福音 这些道理我都不听 我们过我们 开开心心 过我们的生活 左耳进右耳出就行了 三心两一听就行了 来到这里 你只是少给自己麻烦 来到这里 你来的话 牧师不找你 牧师不会打电话给你 不跟你吃饭 你不来的话 牧师会来找你 你就来吧 一个礼拜 一个小时 就这样吧 其实不是的 亲爱的丢经人 来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在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情况 当神的话语被传讲的时候 好像什么呢 种子撒出去的时候 其实征战就开始了 征战就开始了 铁穹就发射了 在这里百分之九十 这不是我们的愿望 我们希望 不是百分之九十 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 第二个情况不是那些落在路旁的 第二个情况是落在浅土石头上的 所以这些土是不浅的 发苗感谢赞美主 不过什么事情呢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 就枯干了 所以这日头指的是热能 指的是环境 指的是太阳 所以在这里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这个情况告诉我们 有些人听到讲到过 哇 利嘛 哇 很好啊 一把皮地把泪 现在就讲 我们更看重的是什么呢 更看重的是 你听了讲到过 接下来的三年 三十年 六十年 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在这里 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 他立刻开开心心的领受 不过他也是立刻 他立刻跌倒了 什么事情使他跌倒呢 困难 迫害 我们传福音 我们从来不这么传 我们传福音 我们从来不这样传说 来信耶稣 信耶稣很灵的 要什么得什么 我们不这么传 我这么传的话 一年后你会恨死我 因为我讲的是骗话 人生很多事情 我们猜不通 人生很多事情 是我们要遇见的 这些事情不仅仅是好事 所以很多事情是坏事 是困难 是挑战 我们不能成为 百分之百的实用主义者 我们不能成为一个 百分之百的 因为圣经并没有这样 答应我们 信耶稣很灵 旧什么 有什么 在我们当中 有人问我 汉阳牧师 右脚给了 为什么还要拿左脚 你要我怎么说 我们右脚的时候 没有祷告吗 一只脚指我们祷告 三只脚指我们祷告 半只脚我们祷告 整只脚我们也祷告 为什么左脚还是要动手 有人会问 我们不是祷告 我们不是回来教会了吗 为什么签证还批不下来 最近在关心一对 以前来过我们这边的一个新闻 一对家庭 刚刚有个孩子 六个月前 这六个孩子 这个孩子六个月大了 六个月大 他这道家门 没有出去过十次 父母亲出门的时候 都是双层的口罩 回到家里 第一件事情是冲到冲凉房里头 干干净净的洗刷 拜祀的时候告诉我 汉阳牧师 你不是为我们祷告了又祷告 视频了又视频 今天baby种了 不是大人种了 小朋友确诊了 两天后 昨天 大人 两个爸爸妈妈也确诊 所以现在就觉得 我的答案是什么 我的答案是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我只知道什么呢 我只知道说 我们的主说过的 我们主在这里说过 当这个种子杀出去的时候 豪土壤的种子 也有热能的 豪土壤的种子 也有困难 也有环境的 但是如果这个道在豪土壤上 这个道会结果不断 我们只能说 弟兄姐妹 你跟我说 我不会埋怨你 我不会责怪你 你跟牧师讲话 没有语气不好 不会的 不过你跟我说 我们一起祷告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十年后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等 我们不要放弃神 我们继续相信主 来到第三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是那些落在经济里头的 所以如果你看 注意看的话 是荆棘长大 不是那个植物长大 那个荆棘长大 荆棘的空间 它占有的空间越来越多 这荆棘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世上的忧虑 钱财上的迷惑 各各样样的私欲 现在我们都有的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会有欲望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会有引诱 我们对我们的成就 对我们的事业 对我们的钱财 甚至对我们的脸面 都有记忆 如果你的心中 脸面 钱财 事业 荣耀 富裕等等 越来越重要的话 它就好像荆棘 这个荆棘会长大 你的信心会越来越小 会死的 所以我们的主说 不要将一天讲到 不要做这三种人 这三种人 是那三心两意的听的人 所以你说 我们的主要我们怎么听呢 就是我们的主要 我们一心一意的来听 我们的主要 我们一心一意的来听 第八到第九 就这么说 它说 有落在豪土的 发生长大 结识有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又说 有耳的可听 就应当听 第二十节这么说 那撒在豪土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又领受了 并且结识了 有三十倍 有六十倍 有一百倍的 这是我们主说的话 我们的主在这里 给了一个号令 它基本上是发号施令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你看下一个 换灯的话 这是希腊文 希腊文是非常清楚的 在希腊文里头 你看这段话 加深红色的字 是一模一样的字 它的结尾不一样 因为这是个动词 希腊文的结尾动词 有declension 会改变 不过这个字根 是一模一样的 叫做Akoa 所以如果你看这段话的时候 你看主耶稣在做什么 他说听命令 结束的时候 听 苦口婆心 主在求我们说 Please listen 求求你们听 好好的听 一心一意的听 用心的来听 相信主的来听 那么我们是现实主义者 我们会说 为什么我要听 你看我们的主说什么呢 我们的主说 因为你要结实三十倍 你要结实六十倍 你要结实一百倍 在这里是很有趣的 为什么听众姐妹们 因为在旧约里头 你知道吗 只有一个人 他的丰收一百倍 整本旧约 三十九本书 你知道吗 圣经只讲到一个人 只有那个人 发生在他的身上 所以我要说的是 如果是这么特殊的话 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和我 我们听了 我们信了 我们领受了 我们让这个神的话语 在我们心中长大的话 你要得到的丰收 是一个很可观的丰收 是一个今天动地的丰收 是一个你我想象不到的丰收 它是一个独特的丰收 到一个地步 你放开整本旧约 只有一个人 有百倍的丰收 那个人是以撒 以撒 在创世纪 那里 是那种所讲的 所以现在听众姐妹们 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 来到主的面前 神鼓励我们说 在我面前 有几种人 神渴慕 真心真意的来听的人 神渴慕 那一心一意来听的人 不过神在这里 劝我们不要 不要做那三心二意的人 三心二意的人 如果你留意 今天的讲道信息的话 今天讲道信息是 遇见他的辛劳 所以那可能你会问 还有牧师 为什么是遇见他的辛劳呢 因为我们要来到第四点 第四大点 第四大点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 全心全意的说 全心全意的说 所以这幅画面很好 我喜欢这幅画面 这幅画面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主在这船上 前面有很多人 想象一下 前面这些人 有三心两意的人 前面有路旁的人 有前途的人 有经济里头的人 有好突然的人 在他前面 有一心一意听的人 真心真意听的人 三心两意听的人 而我们的主 在这船上 他就讲道 他讲了这个 农夫撒种的道 不过现在就前面 我们从来没有种过田 至少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人当中 我还没有认识 种过田的新加坡人 不过如果我们 明白耶稣基督的时代 就你发现 这个农夫 是一个辛劳的农夫 全心全意的农夫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耶稣的时代 有许多的犹太人的记载 主妇农夫们说 手中的种子是宝贵的 你们撒种的时候 千万不要乱撒 你要撒得快 撒得有效率 你规规矩矩的撒 有条有理 有板 有眼 有始 有终的把那些种子 都放在好土壤里头 这是最有效率的 在这里 当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 谁是那个农夫 谁是那撒种的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撒种的 不过他不是当时代的农夫 他是一个全心全意 心心牢牢的农夫 他知道的 他知道在他面前 有三心二意的人 他知道在他面前 有真心真意 一心一意的人 不过他选择什么呢 他选择做这撒种的工作 他希望 他希望说 在这个土壤当中 或许你看来是 这一群三心三意的人当中 在当中可能有一个好土壤 可能有一个人是一心一意的 为了他的缘故 我就撒 我就把这种子 撒在好土壤上 现在就讲 这是我们的主的心意 我们的主说 这比喻并不是 要遮盖 这天国的奥秘 我们的主说 这比喻是因为 他要我们 借着这信心的钥匙 来打开 这比喻的大门 当你进去 这个比喻的大门的时候 你在大门里头 你在房间里头 你看这彩色玻璃的时候 你就看到 这彩色玻璃 那完完全全的美 所以就帮助我们 每次来到这个地方 是一模一样的 每次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都来求一件事情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让我们求主说 主啊 今天你的话语 在这个讲台上 在这个船上 撒给我们在岸边的人 这个话语 这个种子 撒在我心天里头的话 神啊 让你的话语 住在我心里 长长久久的 住在我心里 求主的话语 求主自己 居住我心 我们来记得这首诗歌 宋主新歌 117首 来回应今天的讲道信息 求主居住我心 求来居我心 主耶稣 在我心中 有空处为你 求来居住我心 主耶稣来 在我心 有空处为你 现在就姐妹们 敞开我们的心 让主的话语 在我们的心天里头 向下扎根 向上结果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这117首 求来居我心 那一日有我亦 别融灭 天上宝座 在大位置沉静一匹马鹏 有空处作为主去说 求来去我心主耶稣 在我心永空处为你 求来去我心主耶稣来 在我心永空处为你 狐狸上有冬飞鸟居有草 昆乏时有灵暗阻 为神之路疏狂惑莫奔狼 在师天无证守自主 求来去我心主耶稣 在我心永空处为你 求来去我心主耶稣来 在我心永空处为你 主席来世间观传神明道 世人的世方向自由 反方如鸡风带进面西朝 在我心永空处为你 求来去我心主耶稣来 在我心永空处为你 何时常开歌声 在我心永空处为你 求来去我心永空处为你 求来去我心主耶稣来 在我心永空处为你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兄姐妹们 我们再把副歌唱多三遍 我们轻声地来唱 我们用祷告声音来唱 我们来到神面前说 主啊 求你住在我们心中 主啊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腾出空处为你 求来去我心主耶稣来 在我心永空处为你 求来去我心主耶稣来 在我心永空处为你 求来去我心永空处为你 求来去我心主耶稣来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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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永空处为你 愿要华向你养脸 赐你平安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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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